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各位好 欢迎回来99Camper的频道 今天呢要做什么 今天我要煮这个东西 韩国炸酱面 韩国炸酱面的煮法 就跟我们平时吃的快速面 其实类似啦 但是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今天来告诉大家 怎么煮韩国 韩国的炸酱面 除了面以外 我们现在还需要一个东西 那就是 就是这个锅啦 好吧 我们现在开始吧 Let's go 我们现在开始煮这个水先 看看韩国这个炸酱面 它里面有什么东西 里面有油啦 这个 这个应该是干菜吧 菜包吧 这个就是粉啦 那么它的面是 哇 很大条 长这个样 那么现在我们就先把面 放进去水里 那么现在水开了 我们可准备一样东西 筷子啦 OK 煮炸酱面是像 跟我平时煮快速面不一样 它现在还开始松软了嘛 就要马上把火关掉 不能再继续煮啊 你不能煮到它的面 像现在这样的情况呢 就要把 多余的水 倒掉 留下一点水 不能够流太多 也不能够流太少 这个就要靠你的经验了 我留大概是这样啦 可以大概盖到一点点的 面的水量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要把所有的那个 它来的这些配料 加进去 除了 除了油 油是最后才放 再放粉 然后这个时候 就要把火重新开回 要开多大 这时候要开小火 火不要开大 开小小 让它煮 然后你开始慢慢的搅拌 这个面 要煮到什么时候呢 就是这个动作 是要让它慢慢的收水 让那个炸酱开始 开始慢慢的收水 变成浓稠 我闻到这个味道好香喔 在这个时候 它吃做完的时候 我们再开始放油 搅拌 一直搅拌 为什么要一直搅拌 不停的搅拌呢 主要是因为 要让它焦底 不然底下它的 底部超搅拌 烧焦就不好吃了 那个味道 浓浓的 你看到吗 好 好了 以上就是我的炸酱面的分享 然后 这个炸酱面我是在 新山百万振 Bermas Jaya 这边买的 这一个炸酱面呢 它的价格好贵哦 差不多接近 26块左右吧 里面才4包 26还是27我忘记的了 大概是一包大概是7块钱马币 我买了后主要是我希望 下次我去露营的时候 我可以顺便带去煮炸酱面吃 好了 这边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